徒守匕首雷 灵波微步 空中转体360度 这是在老美的神剧中 一名医务兵未就战友而上演的特技 然而 到了朝鲜战场上 竟然被志愿军的一名勇士真实上演 他不仅用枪托挡回飞来的守围 还凭一己之力守住了一个山头 打出了一个必敌上十人的巅峰战绩 那么 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斗 为何仅剩他孤身一人呢 战士们又使用了怎样的战术 来化解美军神仙级的火力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志愿军的四十余名战士 是如何在这个守无可守的山头上 打出一场巅峰的阻击奇迹吧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最大动力 请长按点赞并关注支持下 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朋友了 前面我们讲到 五八师176团二营六连的一排 在排长布广德的带领下 一个夜席 以零伤亡的战绩打掉了美七十三十一团的炮兵阵地 这一战虽然有效地削弱了美军的火力 但并不能改变战场的态势 在美军的空中优势与不计成本的炮火下 全员上阵阻击肯定是个下下策 他与排里的骨干商讨后 决定采用火力前置兵力后置的天游战术 由副班长带领着一排 在东侧的山腰封锁正面的公路 再派出两个战斗小组负责警戒两侧的山沟 自己则带着二班再至高点上负责突击与补卫 同时叮嘱战士先挖散冰坑再挖掩壁部 最后才挖交通豪敌人随来随打 第二天一早暴风雨如期到来 果不其然被打掉炮兵的31团 他们直接动用了华川城里17团的炮卷 同样的配方同样的轰炸 小小的高地顿时飞杀走时消炎四起 整个山头几乎被炮火离松 树木被炸得东倒西歪 尤其是山顶的那几块大岩石 承受的炮火格外的多 几轮炮火之后全都变成了一堆碎石 紧接着四架F86佩刀低空掠鼓 对着可疑目标一阵猛烈扫射后 投下了树枚像鱼炮一样的航弹 升起树团暗红的黑焰 山头上顿时烟雾缭绕视线受阻 索性战士们不防有道 在密集的淡雨也只不过是一场近距离的烟花 而此时城山上的四挺M1919 也发起了不计成本的火力输出 企图以强势火力压制山顶 同时以数量坦克引领着一个营的步兵 朝着一排的正面发起强攻 眼看敌人距阵地不到40米时 副排长一声令下 战士们手中的家伙一阵火力全开 密集的淡雨 瞬间就将这伙美军打得落花流水 但后面的美军也快速找到了掩体 并在坦克火力的压制下 组织起了反击打起了拉锯战 然而就在此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侧面的山边竟然出现了一个班的美军 偷偷摸摸迂回至一般的侧翼 而憨战中的一般却一无所知 后方的古牌长看得一清二楚 好一招声东击西 马上带着几名战士 悄悄地运动到他们的必经之路 一阵密集的枪声之后 瞬间就失去了动静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一个牌 炮都没冒一个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跟志愿军玩战术 似乎还嫩了点 但美其实是铁了心的 要冲破这道关口 炮火一次比一次密 冲锋的人数也一次比一次多 一般的战士们 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后 不光打光了弹药 就连阵地上的石头也扔光了 索性部连长及时赶到 打退敌人的进攻 但他的左肩膀也负伤了 他让伤员给他压子弹 接手榴弹盖 各种武器轮番上阵 仅用能动的一条手 硬是打出了一个般的火力 一枚手雷飞进战壕 落在了他的身边 眼明手快的他 用枪拖一条 手雷反了回去 在敌群中炸开了花 在美军的多次进攻后 他们弹药以所剩不多 战士们也伤亡过半 但敌人的进攻 却有增无减 那么 他们还能守得住 280高地吗 对面的174团 又是如何以一团之力 抗击美军两个师的 双面夹击呢 请看下集 坚守舌头线 战士兽